謝謝大家 好啊 再見 韓國瑜上午開市政會議 但高雄突然大雨 傳出有人落水 韓國瑜似乎很擔心 連基地聯訪都忘了 就想趕快回去處理 但晚上還有個重頭戲 就是國民黨初選 國政院警發表會 有紮實的報告嘛 大概是憲政兩岸國防外交 今天這個題目是比較 國家大政方針 我們就很盡可能的準備 韓國瑜要針對憲政兩岸國防外交 開出四大檢方 傳出除了前行政院長張善政 核心幕僚張五月也獻策 因此韓國瑜論述主軸 可能擺在兩岸跟外交 兩岸外交問題的話 韓國瑜市長他還是會重申 對於中華民國的熱愛 那還有當然兩岸關係是過去 蔡英文總統執政之下 兩岸關係停滯不前 導致台灣在這個社會啦 經濟各方面的一個阻礙啊 但智囊團還有哪些專家 韓國瑜始終保密到家 會練習但是我們還有好幾十位 幫我們的一些智囊 好幾十位大概二三十位 好吧現場五位 大家都曉得我高雄市政是非常忙碌的 都是用空餘的時間 然後就請教一些比較有經驗 學養比較豐富的這些學者專家 還有退休的官員 韓國瑜找來不同領域學者 卸任官員據了解 有三十位專家諮詢 但又要拼市政的同時 還要專研國政議題 對韓國瑜來說也是空前大挑戰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 記者高雄綜合